市场怎可能不惧怕贸易展升温 尤其当中美开战 剑在鞋上 川普将五刀弄剑的报道 满天飞舞之际 上周一 美股由科技股集体领跌下措 波音 英特尔 美光科技 超微全摔得比青连肿 因为川普点燃的中美贸易战火 大有烧像 科技也知识 原来华尔街日报前一晚 引述华府消息 称川普政府准备在当周结束前 也就是六月底宣布新法 在中美科技冷战上将北京一军 我们会关注 这个对中国企业 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中资持股25%或者以上之企业 未来不得投资美国去重要工业技术的 十种高科技产业 航海 能源 机械都喊话在内 此外 就算中资持股比低于门槛 若白宫认为中资孔建油 董事席次等管理手段 出口美国关键技术至中国 亦可出手拦阻 也就是要以双重射线 全面围堵中国制造2025 意在巩固国家霸业的科技冷战 美国非对中国大开杀戒不可吗 川普内阁对华强硬派代表 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接受CNBC访问时 虽澄清美国并无计划 对任何国家限制投资 但实际上 他正是白宫内 敦促川普动用70年代 制裁北韩及伊朗救食武器 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对中国单独实施投资限制的推手 访问中他更以美国经济 还有4%的强韧成长直言市场 反映古度 但纳瓦罗这番安抚市场恐慌的言论 却与美国财长同日稍早发言 出现巨大落差 陆琴已推文反驳媒体报道 称投资新规并非针对中国 而是企图盗窃美国技术的所有国家 这也正是白宫温和派的立场 即倾向让国会批准授权政府 以更慎重且全球性的方式 保护美国技术 而非是中国为一呼寻常的威胁 一对一单挑 川普26号的答案 标志温和派获胜 在保护美国敏感科技上 川普一改过往强硬姿态 采纳温和派建议 支持扩大CIFIS审查权 CIFIS及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 有权审查可能影响国安的外商投资交易 众院也随即引压导新票数 护航通过CIFIS扩权法 鉴有拟定特别关注国名单 允许该委员会审查更多类型外商投资 最终版本又待参议院通过 该份关注名单虽未点名中国 但大陆透过在美投资或合资 移转美国技术 早就是美国301制裁权调查的重点 努琴的最新访问 便暗藏着对中国的冷件 第一个问题跟CIFIUS之前 我们可以阻挤一个购买 但我们可以阻挤一个公司 成为一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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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纳瓦罗与努琴不约而同淡化中美科技冷战 对美国经济的冲击 确实在美国经济增速继续高于他国的当下 经济衰退听来有些遥不可及 但近期许多研究报告都针对川普的另一条贸易战线提出警告 认为美国对他国的关税威胁若演变成全面性贸易战 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必然升高 The president points out though for many decades that the US in his view has been taken advantage of and that when let's take for example China everyone accepts that there have been unfair trading practices by China but no other administration he would argue beside himself has been prepared to do anything about it and face them down He says that but China had a 9% of GDP trade surplus when President Obama took office and a 1.5% of GDP trade surplus when President Obama left office President Trump's policies of running up our budget deficit are going to make more trade deficits inevitable He's not reducing our trade deficit he's not increasing our competitiveness on his watch We're slashing the funding that would give us a prospect of keeping up in crucial industr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s going to make every problem he describes worse 28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最新数据 下修美国第一季GDP至2% 不到预期的22% 为过去一年来表现最差的精度 最大因素是占美国经济活动三分之二强的消费者支出 仅增加0.95% 在最差 分析认为川普批准1.5兆美元税改方案 所以在今年1月启动 有望四季第二季经济成长 但美国的经济周期确实已步入老化阶段 路透社5月份曾访问100位经济学者 多数预测 美国经济进入收缩期的时间是2020年 两大征兆 股市急剧走跌 国债收益率成长平凡 美国目前两者兼备 美英美林经济学家更发出警告 倘若爆发大规国贸易战 全球信心下滑 公益源中断 恐更放大 贸易冲击 引发全球全面性经济衰退